我做合适合这套 然后一个问题就是 要注意那个语言 就是要考虑对 不同主体之间的语言的措辞和用法 对 我觉得我们要手写一个页 好 给之比我 你秀逗了吗 广东人难道不都是说给之比我 真的吗 粤语 对广东人都这么说 给之比我 我说你们为什么英语那么好 因为 这是英语的顺序是吧 对啊 不不不这跟英语没啥关系 给我打扰了 对给我打扰了 少强行吹了 说多了 明天在五点钟之前 要把东西发到邮箱里面呢 我觉得我们的证据还是挺多的 杂杂的 哎呀我的天啊 我觉得你工作量太大了 我这里做完之后 帮你分担一点 没事 我觉得你那个是重点 你好好写你那个 我现在才写到谈判 还没到那个 后面法律分析别怕 其实差不多 我们两个都给我们做了两个 好好写吧 我们都 我会努力的 啥呀 树香牛肉 哇 我也想吃 我也想吃 人家实习生吃什么 你们都想吃 你要吗 就这么多买点吧 我来了 你不能买 为什么 因为你来的美色被你吃光了 他不吃就不吃 来来来来来 来来来你先进去 快点来 谢谢 小哥你为什么不给我吃 减肥你 你在说我很肥的意思是吗 让你更加健庄 你要吃吗 我不吃了 你伤心了不吃了吗 是的我生气了不吃了 感觉肖哥莫名变成了一种在这个律所的老律师的感觉 真的 我想撤了你呢 我也准备了 你就你就写完了肖哥 我们的那个法律分析差不多写完了 哇你写了多少次 就1700 我们都没有那么你们的复杂 你们这种高大上的问题 就是和清化学则来解决 哈哈哈 斯坦福学子闭嘴不要讲话 哎呀把杯子拿上来呦 哎呀北大学子拿杯子 你要回家了 拜拜 继续加油 祝贺您成功 哈哈哈 毛板是我手 你们报告写的怎么样了 刚刚写完一个潦草的 那就是有了 明白 你看 你们写了多少字 哈哈哈 你好小学生跟别人比字数 别比字 我没写了 多少字 我看一眼 写了五千多个字 五千多字呢 我写了九百个字 你呢 我写了两千七 哇但我可真是你的贡献的三分之一呢 你讲是最立体